35岁男星高以翔上月27日在浙江宁波 录制节目《追我吧》时突然倒地昏迷 宋一抢救后宣告不至 消息震惊两岸演艺圈 高以翔生前待人谦和有礼 温柔绅士形象深植人心 是许多品牌最爱合作的艺人之一 和高以翔合作过三年的SK2品牌公关表示 高以翔是少见接近100%的超完美艺人 曾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幕后团队人员 在得知他噩耗后全都难过到泪崩 高以翔曾担任SK2大中华地区代言人 据一抄的新光云报道 一名曾任职于SK2大中华地区资深公关表示 高以翔从不会对品牌 公关有高规格等要求 工作人员给他什么他都会完全配合 可说是少见接近100%的超完美艺人 该公关回忆当年与高以翔的合作过程 那一年品牌在上海举办耶诞节点灯仪式 原本半小时的活动 却因电工人员的事物导致点灯作业的重新来过 让高以翔在寒风中工作一小时 当时室外气温接近零度 全部的工作人员都冷到发抖 但高以翔却一句怨言也没有 还贴心提醒摄影大哥注意不要被电线绊倒 高以翔上月在录影现场不幸促使 许多曾与他合作过的工作人员都忍不住崩溃大哭 高大挺拔的高以翔早期应出席时尚派对 电视节目受到关注 与丁春成 陈绍成 蓝军天四人被封为时尚F4 一出道立刻掳获万千少女心 高以翔近年将演艺众星转往大陆 圣女的代价 华丽一族和武神赵子龙等录剧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苦熬多年终于熬到难一 不料竟在演艺高峰时促使 让万千粉丝都未知心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